不多时 徐扬来到了最大的那一座墓碑的面前 上面没有任何的文字 按照辈分上的推测 这应该就是王爷给云龙天帝 准备的那一块巨大的墓碑 可是因为云龙天帝十分的特殊 他也是轩辕皇朝当中 唯一的一个拥有强烈的负面色彩的人物 所以五王爷并没有给这一巨大的墓碑上 撰写对应的文字 但他却在徐扬的手中 将一缕属于云龙天帝的本源气息 封印在了这座墓碑深处 徐扬走到这墓碑面前 很快便感觉到了上面 蕴藏着一层淡淡的星辰之光 而星辰之力恰恰就是云龙天帝血脉当中 最为尊贵的属性 代表着它曾是域外生命体 一道文明传承的烙印 难道说这星辰之力 就是这场浩劫的起源 徐扬没做更多的犹豫 直接将自己的右手掌心 轻轻压在了眼前这巨大墓碑表面 没一会儿功夫 淡淡的光芒在这墓碑周围扩散开来 很快便影响到了周围每一座墓碑 而这时徐扬才终于发现 这上面的星辰之力 再触碰到周围墓碑的下方封印那些阴煞之气时 便像是得到了阳光滋润的树苗 给予了极为强大的成长属性 那些阴煞气息本源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开始滋生出拥有自主灵智的阴魂 而这些被徐扬亲自演化出来的阴魂 刚好便是和幻境当中 那黑色阴云释放出的阴煞气息 完全吻合的力量本源 这也就解释了如今这一场 即将霍乱整个盈州大陆的浩劫 其根本来源便是这种 蕴藏着星空属性的阴煞气息 原来如此啊 云龙天地那个家伙 当真是藏了一双后手 之前王爷始终没有成功获取的宝藏 想来就是云龙天地 留给自己的最强底牌 徐扬和五王爷达成共识 想要搜集七大皇子所有人的血脉开启 那传说中的云氏皇族真正的宝藏 可惜后来徐扬被云龙天地 弄到了极北蛮黄的战场之上 最终又在极北蛮黄 直接抹杀了云龙天地 又帮助五王爷顺利得到了皇位 因此 开启云氏皇朝宝藏的计划 也就被搁置了 徐扬包括如今 已经成为云氏皇朝皇帝的王爷 都没想到 偏是这样一个疏忽 倒是给整个盈州大陆 埋下了这一场致命的隐患 看来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还是要重复一次 那宝藏当中究竟封印着什么 很快就应该能够得到答案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是要将计划当中的事情做完 盈州大陆五大领域第一次全员大集结的战场 将由我来亲自开启 徐扬脑海中这样的想法出现之后 便毫不犹豫地站在这座山峰的顶点 再次开启头顶上方 哪一道金色光芒孕育出来的第十道气拳 恐怖无比的吞噬力突然出现 让整个轩辕皇城上空 所有的力量迅速集结像这边 就算是沉睡当中的主角 在感受到徐扬唤起释放出来的气息之后 也发出了莺莺的共鸣之声 不需要更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 整个吞噬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徐扬头顶上方 一道无比巨大的金色轮廓 缓缓凝聚了出来 徐扬一张被放大了无数倍的脸孔 就这样横在了营州大陆虚空之上 通体散发灿金色的光芒 引得营州大陆众生顶礼膜拜 各位 即将席卷整个营州大陆的浩劫 就要降临 我在这里发出一道集结令 想要追随我徐扬麾下的 营州大陆五大领域所有势力们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从各自的领域 集结到中域轩辕黄城外 我将带领你们 新藩即将降临的这一场浩劫 每一个能在这一战当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并且存活下来的修士 都将获得一场莫大的机缘 天哪 你们快看 那不是老大的魂体吗 居然在轩辕黄城那边出现了 他是在向整个营州大陆众生 下达集结令啊 徐扬阁下的命令 我们自当遵从 看来营州大陆这一次 将要组建起来的联合势力 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庞大 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史诗 由徐扬亲自发起的战争 注定将会永远载入 营州大陆的实测内 除了他之外 恐怕这个世界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 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了 看得出来 大家对徐扬的崇敬和尊重 是没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蛇人族女皇塔利亚 包括那些极北蛮黄区域的 石王尊守护者们 在得到徐扬的集结令召唤之后 第一时间组织各脉人群 朝着忠裕皇族所在的位置 集结出发 与此同时 西域南域和东域三大领域 所有同徐扬合作过的修炼势力 也都第一时间发出响应 带领自己麾下的大军浩浩荡荡的 朝着忠裕皇族赶来 来自盈州大陆西域的各方战队成员们 也都跃跃欲试 身体当中的战斗热血 再次燃烧了起来 我的天 不会是徐扬战神一样的人物 恐怕这个大陆 也只有他要这样的影响力了 那是当然 就连当年的五王爷 现在的迎州大陆皇帝 都是战神徐扬的追随者 不过我还真没有想到 最近大陆各个方向 突然出现的黑色气息 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凶险 让战神徐扬这种级别的存在 亲自出马 看来我们呆在剑宗的这些人 也该为战神徐扬分担一部分压力 毕竟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们现在哪里来的 这么好的修炼场所呢 徐扬横跟在天地之间的 这一道金色灵魂 就如同给迎州大陆众生 下达的一道神之领域 仅是这一句话 就能够调动整个迎州大陆 绝大多数顶级修炼强者 这样的影响力 就算是见仙再临 也很难达到 可以说现在整个迎州大陆的众生 都对徐扬的这个名字 有了全新更加深刻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 徐扬在这个几乎完美的节点 号召其迎州大陆众生最强大的力量 以及对这时即将降临的一场浩劫 进行反抗 可以说 保存了迎州大陆修炼界的真正底蕴 要是再多个几年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释放出这道战神令之后 徐扬几乎马不停蹄的直奔建宗 想要找到四王爷 因为按照五王爷在幻境当中 对徐扬的一番阐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心